观青法师,旧第一音,达继康先生 日期,2020年6月15日0点47分0秒下载Doc文档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旧第一音,达继康先生 钱先生和杨先生是我们这般后学的杨纸之处 但有新作,我们都想先读而快 杨先生去年推出新作,走在人生边上,便早早地上卓越定了一本 昨天又看到,本书月居卓越网排行榜第一 据说凤凰也在推荐 走到人生边上的杨先生,这次在笔下,向佛教提出一个问题 走到人生边上人生的价值P94 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 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 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 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 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 不过,我尊重一切宗教 是啊,这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金人,学人常见有的问题 佛家,也从各种层面回应过 在此,我们想就最简单,直接的层面,做一下回答 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 佛家讲因果,精确说,应该是缘起 但没关系,只说因果好了,因因果果 世界已成 那么关于多类第一因的问题,总而如何解决? 佛教终极的,这里,显然,我用的是中观的解释 回答是,如果承认因果,就没有第一因 因因果果,和第一因,是矛盾的 你看,假定,有第一因,则,第一因的因哪里来? 一,如果第一因还有因,就不是第一因,因为它还有因 二,如果第一因没有因,则有一个没有因的事物 失坏缘起因果 所以说,我们成立,缘起,因果,并认为 有关第一因的问题,是一个思想陷阱,思维定势 其余的证明,不多谈了 这一个解释,就足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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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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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